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可我这个长相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的 对我这个长相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 还给我发私信说 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长相优势 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 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就在她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化妆师 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她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从后边 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挺轻 我当时都不知道 这个没事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她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她总是希望 我能摆一些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人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她跟我说 徐老师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 嗯 听到直接把摄影师弄蒙了 摄影师说 徐老师 你这个姿势有点old school啊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怎么见你摆过了 那她为了让我更好地找到感觉了 她就去网上 找了一张陈伟婷的照片 他就说 他跟我说 说自身啊 你就照这个来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这个姿势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 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谁不对啊 而且她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她就开始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加入一点 她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她就在那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蒸大一点 说哎呀 帅死了 帅死了 再蒸大一点 最后她发现 真的确实 我真的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她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呀 咱们这组照片 试一试把眼睛 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了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她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 就是这个长相优势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真的我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会让我的朋友 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 听到我谈恋爱 说志生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 更过分 跟我说说志生 为什么你的感情 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 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跟我说 说志生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的 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他说了一声 说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我说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他说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说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他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本事 他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们来讲这里 大家 感谢观看